好 今天我们就带您来看到了 这个是百货公司的业绩 淡季到底要怎么样留住客人呢 现在流行的是 不到五坪的临时柜位 快闪柜 据说呢 这样的快闪柜 业绩比一般的专柜要多了三倍 走过百货公司的橱窗 进入百货公司的大门 冰淇淋快闪店就摆在最显野的位置 百货公司出招冲业机 利用门口机灵地 不到五坪的小小快闪柜位 一天能创造数十万业绩 小姐的送淇淋好了 假日一般服装柜位 一日营业额三万块钱 快闪冰淇淋柜 一天可以卖出1500份 业绩15万元起跳 好吃的当然也有好看的 像这样子由台湾的实践大学学生 设计的服装品牌 或者是纽约的设计师品牌 在快闪店都能买得到 主打台湾设计师品牌 价位2000块到7000块钱不等 还有台湾本土文创商品 要跟国际大品牌做出区隔 吃的用的穿的五花八门 通通都有 快闪柜给顾客不同的惊喜 在美国欧洲甚至在世界各地 都已经是在这几年 是一个非常未为风潮的一个 像是以川九宝林 GUJI Prada 他们在欧洲纽约都会在各地 行行就是这种一个月的快闪店 那我们也想要将这样子 国际的风潮带进来台湾 小小快闪柜推陈初心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品牌进驻 最短两到三天 长则数个月 像是大圆柏 SOGO 微风 星光三月 都打出快闪柜位 吸引人潮 各家百货抢业绩 抢打吸睛快闪柜 也成功为百货公司创造话题 三星期五 吴文成 丹香一台北报道